欢迎光临 飞碟唱片行 大家好 我是唱片行老板娘 叶光奶奶 今天我请来的公读生 你知道你今天要来打工吗 真的吗 你一定不知道你要来打工 对不对 其实每一个来打工的 都不知道自己要来打工 那打工其实就是 我们在这个唱片行里面呢 您要把你的专辑 就是你的宝贝介绍给大家 但是我还没有介绍我的公读生 我的公读生就是 张雨晨 嗨大家好 我是张雨晨 大家听到这个名字 会不会觉得说 这个人好像看过 就跟老板娘我一样 我觉得我看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明明就看过啊 可是怎么跟名字搭不上 哦原来张雨晨 之前的前身就是 张祖成 没错 那为什么要改名呢 其实当初想换这个名字呢 也思考了很久 因为毕竟这张 是我第一张完整的创作专辑 哦所以之前的都只有 跟其他老师合作 对或者就是一个单曲啊之类的 所以就希望可以给大家就是耳目一新 除了形象 除了音乐 连名字 都是全新的一个人来介绍给大家 原来是这样 我就一直在想说 为什么要换名字呢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今天终于让我解答了 得到答案了 那今天一样 我们就是依照惯例要用一分钟来挑战一下这张新专辑 哦我拿到这张新专辑的时候大家不要害怕 不要以为它好像印刷有问题 对 因为我拿到的时候我想说 诶奇怪 对 这个正面为什么不然是反面呢 很多人以为后面是印刷其实没有 这个是故意的 对 那为什么呢 我们计时一分钟 开始 好 这张专辑叫做黑100 10月8号发行的 如果大家看到后面这样子千万别害怕 它不是印刷哦 不可以退货 因为其实这边你看 它有一个小爱心的哟 因为这张专辑主要就是 小爱心哦 在哪 对这里 哦 对其实这张专辑主要呢 我里面的曲风全部都是以温柔 以就是以疗伤作用 所以希望就是从音乐可以带到爱心 那如果大家看到这一个亮亮的部分呢 它其实是要 它想要凸显出有一点点3D的感觉 哦 因为我们这张是以这个3D 远远看的话会有吗 对 以这个3D 以三角形的这个光泽来打这个 因为三角形打出来的光是有颜色的 哦 所以就希望在黑白里面可以找到色彩 那大家看到这一面拉叶 这一面是传奇里面最贵的印刷 拉叶吗 我现在也要帮你拉开 所以要好好地爱护它 哦 这一面 它其实这整个呢 都是以都市感为主 因为这是音乐旅人 我们希望就是让大家看到 就是不一样的城市 所呈现的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每一面都有照片啦 因为第一张专辑 希望大家可以看清楚一点 我的脸长什么样子 但是蛮多都是黑白的 对 对 可是大家有如果有留意的话 前半段是黑白 啊 我发现了 然后进到后面的时候 哒哒哒哒哒 后面就开始有颜色 就有彩色有颜色了 对 因为后面这一边的歌曲呢 它会比较温暖一些 所以我们就希望有颜色 所以颜色就出来了 没错 然后里面呢 有两段话 就是隔一段 这一边有一句话 就是我很喜欢的 就是其实如果 只要你不停下来 走慢一点 无所谓 然后到这一边的话呢 就是如果你今天跌倒了 明天一样站起来 就是这样子 这一张就是黑白 怎么这么准啊 我还正想说 老师你要不要念那个英文 给大家听 其中一句呢 就是说 如果你只要不要停下脚步 走慢一点 无所谓 那英文就是叫做 It does not matter how slow you go as long as you don't stop 这一句 对 就是只要不停下来 然后因为我们这是以旅人概念 所以我们都有像 邮票 邮票 真的邮戳 有没有看到 对 然后后面呢 这个就是地图的部分 因为这首歌曲 最后一首歌是叫代序 代序就是只要你明天一样是全新的一天嘛 所以我这边就写了 如果你昨天跌倒了 你今天站起来 就是如果你今天不开心 你明天就得开心起来 代序 对 就刚好呼应最后一首歌曲 没错 没错 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从设计到歌曲的编排 其实都有一个概念在 真的耶 所以啊 你很喜欢这张专辑的话 或是你觉得这设计真的很漂亮 你赶快到唱片厂去买一张 对 好不好 那我们今天杯碟唱片厂非常谢谢张雨昌 谢谢 谢谢 那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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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掉那个灰掉了它就变白 哦 所以再洗它就会白了 对对对对 可是因为礼拜天才用 可是不知道你会维持多久 对 可能差不多两三个星期 有时候是一个月 有时候可以耐一个月 好短哦 对啊